好了 那么在这个视频中段 我们来学习一下3DS MAX2010 Party Go Flow Tools Box 2里面 多个控制器和测试结合 来制作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效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最后完成的效果 一群粒子向上升下落 最后炸开 然后像有个什么东西碰到它一样 从这边到这边被碰到的粒子换了外形 然后这个新换的外形与地面还会进行动力学碰撞 我们先来看一看整个这个效果 是怎么让整体的粒子一会儿向上一会儿向下的 实际我们是加了一个向上的锋利 让它始终作用粒子 然后呢我们又建了一个这个 FITXX switch的控制器 对它里面这个anti-gravity 做了一个开关的动画 我们来看一看整个整个团队的实现过程 首先我们先重置一下max 粒子是团 脱拽一个FITX flow进来 播放的话可以看到粒子已经出生了 OK 现在呢我们需要呢向下落 然后再起来再向下落 好 我们首先呢在场景中创建一个锋利 使用FITXX 使用FITXX FITXXX 我们看基本上还是没有效果 我们将影响值调高一点 大家看这样就效果了 去掉一个零 哎 这样也有 如果把它关掉 它就向下落 OK 我们将它打开 然后呢我们转一个FITXXX Switch 好 放在FALSE下面 Word的上面 OK 勾选 Apply Antigravity 让当前的这个效果 重力失效 我们将它取消 如果 将它关闭 立起作 打开 大家看 锋利还是有点大 我们将锋利再调小一点 两切 一切 大家看 这样呢 比较平衡 给到一千五 好 两千 这样 这个利益 就比较均匀了 两千七 我们看到 哎 这个效果比较好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将 FITX switch开关 做一个动画 勾选 取消 OK 选择 animatable 让它刚开始的时候呢 先 取消这个重力 让它往上走 好 点击自动关键点 生效 20帧 关闭 40帧 打开 OK 打开取线边机器 放大 选择 Particle Flow OK 对象 Ivent 01 Switch 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现在得到的它的开关 刚开始 上升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调整一下 开 开 弯 再开 好 调整 风力的大小 大家看 调小了这个影响值 上升 上升 下落 上升 我们让它再下落 下落 加点 60帧 60帧 多加一个点 给它0 61帧 OK 下落 上升 下落 OK 扎开 好 时间长一点 给到 200帧 OK 落到地上 我们让一个导向板 从这边 从这边碰 所有的粒子 碰到的粒子呢 直接就是 变个外形 然后呢 向上 弹开 再次进行真实的动力学计算 OK 140帧 导向板 过来 好 过到地零 地零帧 导向器 导向板 左式图 移动一下 好 140帧 多到 180帧 打开 自动关键点 向右 拖拽 让这个导向板 再宽一点 好 0帧 拽到140帧 播放的话 OK 好 继续完成我们的 particle view的设置 首先呢 我们先来加一个年龄测试 年龄测试 Age Test 好 导向板 加进来 继续 导向板 碰到之后 再加一个年龄测试 5帧左右 5帧变化 用事件年龄 进到这个事件之后 5帧 产生变化 Geometry 颜色 粉色 我们接一个 上面的复制体 Word Display False Spin Shape Shape 好 复制 粘贴 顺序 外形 显示 外形 我们将这个外形 换成是 圆环 连一下 好 碰撞外形 改成 突面体外壳 播放的话 上 下 上 落 好 我们看到 碰完之后呢 嗯 它还是有几帧的过渡 我们这里给0 碰完之后呢 直接 就来 变形 OK 播放的话 底部的这个 Polygo Flow 再更新 看一下 大家看 这样直接 就变了外形 那么我们现在 给它加一个速度 让它碰到之后 有一个向上的运动 然后再掉下来 找到Speed 放在最顶部 图标 冲下 线头 冲下 反转 给一个 150 50 散度 给个20 来看一下 播放 注意 大家看 基本上呢 这个 圆环 就没有动 什么原因 没有动呢 我们看到 在这个年龄 测试之后 速度已经给了 反转了 但是它还是 没有动 我们来看一下 原因 好 我们现在来选择 这个 年龄测试 我们不让它是 0 我们让它测试 和变化 都给1 好 来看 炸开 大家看 效果呢 已经有了 变化 给到0 再来看 播放 好 这样 所有的效果 都正确了 方向呢 稍微有一点怪 我们现在呢 加一个rotation 选择rotation 放在speed下方 随机3D 再来看 播放 注意观察 导向板碰到粒子 粒子的方向 随机 OK 这样好一点 颜色 再来调一下 大约 给个绿的吧 好 再看 上 下 上 下 动画 OK 好 这样一个比较综合的 蓝滴 我们就做好了 那么整个效果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上下 上下 动力学 碰到之后 转变外形 向上 崩开 自由落下 而且呢 角度随机 OK 这个案例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 助编 需要 应该 详